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二一级艺术学院的硕士研究生 然后我本科是就读于中央系学院的 所以我跟各位老师们同好 然后各位老师作品都真的很棒 《一秒钟》段桥,《无名之辈》什么都看过 就是王金凯老师 其实您和千玺老师的系路很像 因为段桥您是跟马思纯老师合作 然后少年的你是千玺跟周德宇的老师 所以我就想说您的表演感受怎么样 感谢中央系的 非常尖锐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这些在拍电影呢 就是都是特别喜欢去挑战一下自己的 因为当时段桥其实也是这样的 因为那个本子啊 我看到的时候是非常有感触的 所以我当时选择演那个角色也是因为 我当时看剧本看到那个角色我就已经非常感动 就是已经看剧本的时候就跟子晴老师一样 真哭得不行,真的 然后后来去跟导演聊 其实探讨了很多 导演告诉了我很多 他对于表演,对于拍电影的理解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我在那个时候遇到女狱导演 是对我来讲是非常幸运的 他拍摄的一些方法 包括对于演员的一些调动 都是让我学习非常多的 所以其实我自己看到那个剧本的时候 其实跟那个清醒剧本没有太多的对比 我觉得导演只是在对于这两个角色找了非常 找了非常 其实找不只是我 其实找了挺多人的 我觉得最终也是通过对于这个角色的适配度吧 所以最终也是非常幸运的去上了断桥 对 这个问题 我站在旁边里一直聊断桥 快看 这里会比师弟 对 所以你不要提问题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每一个的作品都都看到了小凯的生长和进步 我觉得这个是最值得鼓励 所以我们要把小凯速给小开 好 所以我先一条来看看 任务说 优秀的角色 也觉得我从 乡村做你家走到今天的肥大 哎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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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